今日电影中国女排发布了新的预告片,这次的预告片主题是冠军队员集体出演中国女排。 从视频中可以看出,故事讲述的是2016年参加里约奥运会前后,这其中就包括了巩俐饰演的狼屏选人,带队训练以及到了比赛中的一些表现。 这些中国女排国手都迎来了亮相,其中就包括了朱婷、丁霞、惠若奇和龚香玉等人。 丁霞的画面也很有意思,扣球之后被狼屏点名要了他,丁霞的位置是二传,惠若奇是在狼屏上任之前就已经是核心了,他训练菊铁也是相当刻苦。 最后压轴登场的是朱婷,接下来就是礼约奥运会期间的一系列经典镜头。 其中还有朱婷后排插上进攻,深还原了30多年前狼屏的经典动作。 同时还有当时巴西女排的运动员们实力参演,他们也都为中国女排添了彩。 美国娱乐整理报道